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很多人总是认为 我八字没有财 我八字没有官 我就很惨 他们总是认为 没有 就等于是 无 就是没有这方面的事情 不可能 不可能 他是不一样的 你要记得一件事 假如这一个条件成立的话 没有就是无的话 我就要问你 没有财 无财 没财 他就是无父亲 没印 就是没母亲 各位 这时候我就要问你一件事 你是怎么出生的 你不是父母亲结合以后出生的吗 为什么你八字没有财 你还可以生的出来 外星人 你八字没有印 为什么你 可以生的出来 你石头蹦出来的吗 所以各位 这个观念是不正确的 所谓的 没有 他不代表无 而是这个运势 八字 五行派对于八字的观念是 他是以运势为主 你没有这个财 就表示你的这个财运 他不会有五行生克 自然他就不会有生或者是被克的现象 他是不是就维持一个平稳 所以没有我们所讲的是代表 没有代表的是平稳下 所以各位你去看很多八字无财 很多八字无官的人 他照样都有分入 为什么 他本来就是一个平稳下 他不上不下 这时候 流年一定会带给他 因为流年甲乙丙丁 戊己更新认回 他是照着走 地支直愁以卯成士 无畏生有虚害 他是照着走 所以一定会出现 你所缺的这个五行 他所缺的五行 只要他的排列组合一好的时候 各位 他自然原本就不错的 就平平稳稳的 他就可能就结婚了 一结婚以后 他的这个财可能不见了 又恢复到平稳的像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没有他不代表是无 而是一种平稳像 他是一种平稳像 所以 就要静待他出现的一个情况 那假如出现了 原本没有财 出现的是破财 那就倒不如不要出现 不要出现还比较好 所以各位 你要去了解说 很多人都是以 我八字没有木 我八字没有水 所以名字补一堆水给他 各位 那不见得 那不见得 因为很有可能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八字没有财 结果他的八字的财心 一出现的时候 破卡反而变成大破财 那怎么会这样 因为他比肩太强了 所以他想要忘他的财运的时候 他反而是要走什么 食伤运 而不是财运 所以重点是 你的五行流通需要的是什么 那才是最重点 而不是缺了就要补给你什么 没有那一回事 就像我刚刚讲的 全部都比肩结财 结果给他一个财 结果变成大破财 比原来的还烂 所以需要的才是要 而不是缺就是要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缺他代表的就是 没有 就是0嘛 0变成0 他平常就不会有生克 所以就是一种平稳的像 但是0 假如变成1 变好 假如0变成负的 变破 这个都是 所以都还是一样的道理 多变少就是不好 少变多 他就会变好 所以在五行派来讲 并不是以这个食神有没有来判断 而是没有 我们人生财官比食印 这五个运都会走 他的走法 每一个运都不一样 都是要看他五行流通以后的状况 所以没有就是代表0 他的基本盘就是0 以0来做出发 是0变0 还是0变1 还是0变负的 都一样 这个就是平稳 这个就是少变多变好 这个就是都变少变不好 所以五行派的一个判断规则 都是一样的判断规则 他不会因为不一样 一个八字看起来很特殊 他就变得不一样的判断规则 他是不会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